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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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沛山 歡迎收看幸福相談所 幸福在身邊 趕快來介紹一下 今天來到我們現場的幸福來賓 包括有愛打電動 最近被報導說什麼下巴突然多一塊 的宋悉妮 哪裡多 我下巴真的從頭就沒有變過 就不懂,就是年紀大可能臉拉長而已 我這樣子近距離肉眼看你 非常的自然 我們可以作證 而且我等一下真的要澄清一下 謝謝你讓我有澄清的幸福 好啦,那我們再來歡迎女人我最大 哪裡大,大家一看就知道 我們的唐� Oh my God 我沒有下巴多一個 我沒有下巴多一個 你其他地方多了很多 你去澄清 怎樣,澄清 你去澄清對不對 沒有啦 這其實是最新流行的刺青 那個絲襪 讓我的腿更修長更美 對,而且我最近練舞 所以我的這裡有 歐青這裡有歐青 歐青 其實是家暴 對不起 練舞啦 SS 遮得非常好 美美的 下巴可真美 可怕的媒體 好,還要來歡迎 我們最受歡迎的電台DJ,Ruby 大家好 是下巴可以開罐頭的 好厲害喔 以及前黑社會妹妹Apple 好,還有我們的兩性專家 呂如中 大家好 以及命令專家小孟老師 大家好 看得到光的老師 是的 很厲害 其實今天我們現場所有的女性來賓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 什麼 這個特質呢 就是過去在愛情的世界裡 他們過得很坎坷 對,卡到一 或者是過得非常的辛苦 都是愛不到人 愛到那種超級假的假面男人 可是最後他們是怎麼樣 蘇醒過來的呢 還沒醒 有人還沒醒 是 我們就要來聽聽他們的故事了 好 先從最年輕的開始 我們恐容讓離好不好 沒問題 這是衛生 是,來Apple 你遇到什麼樣子的假面男人 據說 我之前 追到你之前跟追到你之後 態度差很多對不對 我覺得男生就是很賊 就他馬上在追女生的時候就會 因為像我以前住士林 我大學的時候 我住在士林 但是那時候追我的男生 他住在 就是民生社區那附近 好遠 所以距離很遠 然後有時候我可能下了課 然後他就會來載我 而且是到 因為我讀文大 所以他是騎到陽明山上來載 騎上養得大道基 對 他騎上來載我接我下課 然後 然後下了課以後 可能就在東區吃個飯 然後看看電影 然後他會在騎摩托車 載我回士林的家 然後自己再回到民生東路 對,然後自己再回去 等於他一直在東區跟士林 一直折返 他是做快遞的 對 中山北路走久回 對 然後那時候他追我的時候 我也會都 有時候我會跟他說 沒關係,那你不用載 我直接去東區找你 因為我自己也知道很遠 但是他都會講說 沒有關係 就是 反正他也是閒著就是閒著 他來載我 這樣比較安全什麼的 結果 後來就是 因為他非常有誠意 然後其實他追我也追了滿久 然後我就被他感動 後來就跟他在一起 在一起以後就開始不載了 就變了 對,就開始下了課以後就說 那我們東區見 然後我就想說 叫妳自己去那裡碰面 對,然後或者是有時候 好,那沒關係 我就去東區見 然後吃完飯以後 要載我回家的時候 他就會順念幾句說 好遠 那你們現在還在一起嗎 還是可以嗎 沒有 已經分手了 因為後來我就覺得 他對我的態度太冷淡了 180度大轉彎 怎麼可以接受 那那如中這就要問你 唯一的男性代表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對,你可以跟一女專家 好不好 對,以你的角度來看 你們男生真的追到手 那條線就差這麼多嗎 態度判若兩人 我覺得有兩大迷思 女人對於男人的迷思 第一個迷思就是 像你們求職的時候 是不是一開始工作的時候 是不是也說 老闆,我什麼都會配合 我會比較謙卑 表面 比較積積穎穎 工作到手的半年 當然會覺得可以輕鬆一點 買包包也是這樣 第一個包包好可愛 好可愛 每天都要拎 對,看到半年之後 有一個新包包 準備放在家裡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只是一個人性 本來就是在追逐的過程當中 再來 男人其實是獵人的性格 他看到獵物 我們獵人看到獵物是怎麼樣 吃掉 摒棄名神 或者是 衣服 這就是我要說的 包括可能把毛皮做成衣賞 頭割下來放在家裡 因為重點是我們希望 追逐的樂趣 所以拿到手之後 當然是追下一個獵物 那這樣子 不是永遠都定不下來 對 所以男人女人對於 愛的定義是不一樣 你們要求的定義是專一 我們的愛的定義是不愛 可是你這樣子的意思是 什麼 你要我們接受 男生就是這樣 我沒有要你接受 我只是覺得人可以 大部分的天性 可以做考慮的就是 把人的真正的本性放進去 我跟你說 真的有一次我就有經驗 因為以前都是男生主動追我 所以我就想說 為什麼態度會變那麼多 可是當 因為現在年紀變大了 你就會開始去主動追別人 但真的 就這樣 我可以說當有一天 你去像角色互換的時候 你去追那男人 你追到什麼時候 說真的你也會不會 你也覺得沒意思 只能體會到這種感覺 只能體會 因為我現在上了年紀 就真的覺得 你要這樣想 就要這樣想 因為以前都真的就像 我還碰過那個就是 一開始你生病 他在醫院在那邊等你 他先跟我說 你不行 你一定要看病流鼻水 頭痛不行 我告訴你 你去打個針好不好 他就不告訴我 然後他在醫院突然出現 給我驚訝 我好高興 我那時候就發布的嫁給他 我跟你說一在一起 什麼都變了 一切你會覺得 他說的天上星星可以摘給我 然後看月亮 要有什麼都有 全部都是謊言 你看吧 男人真的是會改變 天上星星本來就是摘不下來 沒有 有人只有腳被隱石打到 所以要記得一句話 人家都說什麼 男人婚前很幽默 婚後很沉默 男人在愛上你之前追求你的時候 你們到哪裡都是好浪漫 沒錯 但是追到你以後到哪裡都好浪費 對不對 都是只有一字之差而已 好啦 算了 好可怕 而且好悲哀 最近期很瞎 我最近期常遇到一些男生 因為我發現男生只要追我 他只要講說 他只要講說我真的很喜歡你 我對你是認真的 我就會中招 然後我就會開始真的 好好追喔 我也是 然後呢 因為女生都不喜歡 男生就是玩玩 然後不認真 對感情不認真 所以我就會打開我星球 很用心的跟他相處 妳打開星球 他一定更高興 我跟妳講的 然後呢 然後他就什麼話都敢講 我發現男生真的很敢講 就是真的很愛我 然後我最好 然後就會講一大堆就是 花枝 應該怎麼講 就是 甜言蜜蜜 甜言蜜蜜 講了很多什麼 要把我娶回家什麼之類的 偏偏妳都吃這一套 妳怪誰 最可怕的就是那種 在兩個禮拜之內 就會說我愛妳的男人 這種男人最不應該要相信 然後打來 然後我就看他 我就看著他說妳告訴我 這是誰 我說沒有 妳明明看到我收不到訊號 我說 長髮就飆出來了 怎麼可能收不到訊號 我說是我耳朵有換聽嗎 對啊 我就聽得這麼清楚了 我說妳老實告訴我 妳怎麼可以這樣 把我當白痴 他就說沒有 有人要陷害我 要 洗衣機含菌量是馬桶的530倍 怎麼可能 讓專家告訴妳 洗衣草看不見的地方 就這麼髒 衣服只會越洗越髒 快用毛寶洗衣槽專用取物劑 新一代雙效除菌 效果高達99.9% 洗衣槽乾淨 洗衣更安心 熱水瓶水夠 當然也要洗 毛寶熱水瓶天然洗淨劑 含食用級檸檬酸 毛寶讓妳喝好水 好健康 你相信嗎 六週就能找回年輕的自己 迪奧極效復活精粹 防護有害醫子 深度修護肌膚 肌膚更細緻 緊實 明亮 讓今天的妳更加美麗 迪奧極效復活精粹系列 面膜全新上市 雷字迪奧 追求健康要有十足的好理由 泰山清健美油 含橄欖亞麻仁等十種珍貴好油 清爽健康美味 清健美油 泰山健康好理由 Good Oil 接下來為您播出的是 幸福相談所 雅詩蘭黛 修護中的經典 超智慧DNA特潤修護路 雲含經典修護配方 累積三十年不斷研發創新 內外調理精膚 日夜修護讓妳變得更美 超越美 早晚連續使用 用越久人越美 現在開始持續調理複質 妳也可以超越美 超智慧DNA特潤修護路 來自雅詩蘭黛 迎新春 鄭觀莊祝您 恭喜恭喜八大財 祝您平安富貴 榮年健康 健康就是最大紅包 新春如營 看大吉他要看健康喔 新年一年健康最重要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樂 鄭觀莊祝您永遠健康 新年到健康來 春節鄭觀莊 迎春祝健康 鄭觀莊 爸爸可以進來嗎 這方面是什麼 這裡 轉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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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一點 泡一泡 奶奶你可以進來了 Only Oreo 超常牛奶風味 Oreo泥脆微花酥 一口上次 想吃肯德基 快播現實專送 4128000 我跟妳講最可怕的就是那種 在兩個禮拜之內 就會說我愛妳的男人 這種男人最不應該要相信 怎麼兩個禮拜 兩個小時就說了吧 對啊 我說兩個禮拜以內 就是他第一個禮拜 馬上就開始在那邊 我愛妳 我什麼都要給妳 我真的要去妳什麼的 這種真的就要特別小心 我覺得我發現 只要小心 因為我發現我這樣的男生 只要太快跟妳告白 太快跟妳講說要娶妳 愛妳 然後而且講得更誇張 怎麼洗餅 洗酒 婚宴 聊到這些 最近有碰到嗎 有 然後我就發現 因為有一天我跟一個男生 他就一直這樣狂追猛追 然後去外面跟人家 就是吃飯的時候 他就會說這我太太 這我會很會心 然後我就想他怎麼那麼敢講 他說我單身妳單身 我要追妳 我要娶妳 是真的 要很快把那個關係界定 對 對不對 佔地盤 後來有一天我在家裡面 閒來無視看電視的時候 我就突然間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我就看到 這個電話不是那個男生 打給我嗎 我就接起來 我就說喂 結果我發現電話那頭 怎麼沒聲音 我就繼續聽 喂 喂 還是沒聲音 然後我就發現 對方兩個人在吵架 結果那個女生其實 一男一女在吵架 過音 那個女生他故意 故意讓我聽到說 他跟這個男生的關係 他就講說 那你到底把我當什麼 你這樣傳簡訊給人家是什麼意思 那我是誰 你說你喜歡他 那我呢 那我是你的誰 然後一直逼問那個男生 然後那男生可能會回答 因為那男生講話比較小聲 然後他就可能回答不出來 然後這個女生就要他做一個選擇 然後 然後他就是 我覺得很誇張 然後就是 我後來才發現原來這個男生 跟這個女生交往已經一年多了 然後也論及了婚嫁 可是這個男生就是認識我之後 就開始瘋狂追求我 然後他跟我來往的那個簡訊跟電話 被這個女孩子發現了 發現之後他就打電話 就是故意按擴音 然後去 他故意去跟那個男生吵架 然後讓我聽到 後來你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你還有接受這個男生對你的愛嗎 沒有 我就覺得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那個女生後來直接 他們吵完架的時候 他把那個男生送走 然後他就直接 就是跟我講電話 他就講說 喂 唐小姐嗎 然後我就說 蛤 然後 我就好害怕 我就趕快把他掛掉 然後結果沒想到 我掛掉之後 他馬上又打回來 然後他就講說 不好意思我打電話這樣吵 就是打擾你 我現在是用我男朋友的手機 其實因為我發現你們就是他 有曖昧 對 我現在就是搞清楚了 我原來是這個男生一想情願的 這樣子在追求我 那 那他現在 他本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該怎麼辦 所以 所以就是 我後來就 就是 也勸他就說 我覺得他滿勇敢的 為自己的愛情站出立場 確實 你看聽到連續兩個故事 你有沒有發現 漂亮的女生 你不要以為他們感情上精明幹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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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追 而且就懵在裡面了 像希妮你也是一樣 你還嘲笑她 心妮也被劈腿 而且男朋友是習慣性的劈腿 我十段感情大概至少有七段 是被劈的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當然自己的個性也是 因為我喜歡那種 女人緣很好的男生 我又很喜歡很有才華的男生 或者是他自己很有主見 很有事業性 因為我脾氣很不好 所以我可能喜歡那種 更能壓得住我的男孩子 但這樣男人就特別受歡迎 對不對 對 但是我比較笨的是 因為以前大概從畢業之後到 現在我覺得離婚之後 感情觀已經變了 在之前就是很容易 沈迷在男生一句話 我曾經交往一個兩年多的 她大我滿多歲的 那時候剛開始交往 就很多身邊姐妹或朋友 已經都有跟我說她很花 這個花我就覺得好煩 為什麼永遠要跟我說她很花 我知道很花 OK的 讓她花吧 只要我沒看到都OK 對 因為我的戒心是 但是我沒有結婚 那妳玩妳不要讓我覺得 不舒服就好 男人愛玩我覺得 妳空間跟包容性還真的滿大的 我還滿大的 但是只是因為後來 有幾次被騙到 有點誇張的事 譬如說六日我有一次去住她家 然後她中午就跟我說 把我叫起來 我還在睡覺 妳去幫我Seven買東西 我就說 怎麼會突然叫我去買東西 一定怪怪的 裡面直覺啪 她把妳支開 對 她那時候就說 妳幫我買一下 我很想吃那個東西 我想說 好吧 那我去買 我跟妳說真的 還好老天爺讓我碰到 我才正要開門的時候 穿好衣服弄一弄 我還故意慢慢脫 又想說 現在是11點多 應該12點有人可能會過來 那女生雷達很準 然後我跟妳說真的 12點05分左右 就有人啪啪開門進來 真的有跟女人來 都有了 對 她還有她男朋友家的鑰匙 妳看那是什麼關係 是她以前女朋友 對 但是她跟我說已經分了 然後呢 那女的看到我也傻眼 然後我看到她也傻眼 那女的直接 砰 門關了就走 然後 妳知道那男生真的很慘 然後我就這樣看著她 我說 叫我去買什麼東西 那女是誰 因為那女的我看過照片 妳知道她是誰 我說妳太誇張了 妳可以跟我講 妳怎麼會把我支開 然後她說沒有 她要回來拿東西 我說妳告訴我 她家裡還有哪個是她的東西 這是第一次配片 後來我們就分開了 好 分開之後 我跟妳說我可以 七天就忘掉一個人 我是很乾脆的那種人 我很快 對 所以 後來七天我跟妳說那種 絕招很厲害 她打來說 妳還好嗎 我就 妳那時候還是會有點受傷 當然還是愛 對 然後就說 OK 怎麼樣 我那時候還在裝酷 然後她就說 妳送我的外套 我每天都在穿 就這一句話 還有一個就是 妳送我的香水 我每天都在噴 都在噴 然後妳那時候就覺得 要我就說妳喝吧 妳喝 割死妳吧 對啊 可是我說真的 結果妳就軟化了 二十幾歲的女孩子 她沒有什麼判斷能力 她只覺得 Oh my God 好浪漫 妳又把我追回去了 好 然後我又回去 那個耗到第二年 然後好 我就想 算了 因為我覺得女生就是愛 妳只要愛那種 不知道是眼睛被鬼蒙住 還是怎樣 就是妳所有什麼都聽不到 直到最後一次真的在瞎我 我跟妳說 我是單身的 我當然可以跟其他人約會 對不對 妳是單身嗎 那整個人這樣 整個人這樣 我真的很想當場 妳是什麼 就我是神經病嗎 對 妳都在那邊跟她聊天 妳花妳的時間跟感情 妳是什麼 然後我心裡想說 好 那妳這樣的話 為什麼我床頭沒有留錢呢 妳希望會不會這樣嗎 妳希望會不會這樣嗎